這個基地的配置 建築物是由南側的部分進去 大概現在的規模大概是15坪左右 那相鄰的基地的旁邊 大概有三棵老樹 是瘦樹堡的老樹 那原先公告登陸的 登陸理由大概就是 他目前是應該譬如說是 整個過去的單線 還留在這個原址的 這個重要的建築物證據之一 那當時也是通往遠山公園 跟動物園及互國產市的重要節點 也是往西通往保安宮跟孔廟的節點 具有重要的歷史跟場所的意義 那建築物的構造 其實還能夠完整的保留 過去日治時期的 雨林板跟物價互構造的形態 外牆是雨林板跟編祖嘉儀牆的構造 以及專造的基礎 污蔑能來保有日式的黑網 那這個就很快的帶過去 過去他的一個歷史資料的部分 那目前找得到就是 在鐵道部的第三年報裡頭的 明治三十四年度 已經有記載就是北彈縣這一段 四個五個站通車的一個 竣工的一個時間點的資料 大概是在一九零一年的時候 那當時的這個記載裡頭 火車站有四棟竣工 本體有四棟竣工 官設有十棟竣工 那當然這個官設 其實上沒有記載說 到底是女站的官設 所以他有可能是 站長宿舍或副站長宿舍 那隔年的 隔年的這個 年報的記載 又有一棟官設 所以之後在一九零三年的這個 第四年年報之後就沒有再有相關 這個這一段鐵道沿線的官設 的竣工的資料再顯示出來 所以大體來講就是可以推論 就是在這一段四站的這些官設 應該是在這兩年之內竣工完成的 所以針對這個建築物本體的 這個就有的完整的 比較詳細的資料 其實是比較難去找得到 那所以我們比對了 幾個年代的歷史地圖 包括從1898年 然後到近年的整個 這個區域的都市計畫的地形圖 那所以我們目前可以比對的到 過去這個圓山車站的這個區域 其實上在這個老地圖上可以看得出來 旁邊的這個住戶或是建築物 其實上市非常的少 唯一有的就是這個圓山車站這條線的 旁邊有幾棟這個 應該就是官設的所在位置 所以目前可以找到最早的這個島地圖 比對之下大概就是1903年的這個 圓山站的這個位置西側 有三棟這個建築物的位置 那當時的這個建築物的樣貌其實還沒有 我們目前看到的這個座庫跟台所的位置 那後來再去比對他比較清楚的這個輪廓可以看得出來 大概在1940年的時候 圖片上的這個平面可以讀得出來 大概就是往南側已經有座庫的空間出現 那所以這個建築物其實他已經大概可以推測出來 從他的除了剛剛老地圖之外 可以看得到他的建築物的構造 其實在日治時期應該是分成兩個時間點去做了修改件 不過我們以紅色這一條線來切的話 可以看到就是說右邊的這個部分 他其實是可以知道是大概就是 始建時期的一個規模跟格局 那在左邊那個藍色的部分 就是座庫的位置應該是日治中期的時候的 一個修改件的一個範圍 所以他從我們從現場的構造 其實也可以很清楚的去觀察的到推測的出來 就是包括他的基礎 右手邊始建的時候 他的構造還是在木構造的一個基礎 那針見的部分的座庫的位置已經改成了磚造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他的屋價的部分 始建的時候的屋價其實可以看得到還有就是400 有土朗層所以可以知道他是一個土居器的一個構造 那在針見的部分座庫其實他的這個屋價的這個面板 已經是改已經是採用臉地板的方式 而不是飾板的方式也沒有這個土朗層就是 所以另外一個就是這個外觀的這個雨林板的部分 原來時間的部分 其實這個尺寸大小是有差異性的 那如果在比對日治時期的這個相關法令 也可以推測的出來就是幾個時間點 大概就是造成他的構造上的一個明顯的差異性 那這個是現場因為後來的這個老樹 跟這個建築物的滲漏水的狀況 所以他的裂化狀況是更嚴重的 那這個是101年跟107年的一個建築物現況的一個比對照片 所以整體來講他的這個文化價值大概可以再歸納 就是他在日治時期是一個疊加兩個時期的一個建築物的構造 那在後續的修復也會以這個文資法24條去進行 比如有這個形貌的一個修復跟必要的一些設施 那未來再利用大概就是他會針對就是將來這個 北旦縣原山站的這個相關敘事故事的一個重要的場所 那我們建議就是北旦縣的鐵道故事館 有一些常設展以及特展以及生活情 過去日式生活情境的一個在線 或者是他是一個修期的一個雜館的概念 但是也搭配了地區的一個導覽的功能 那在這個公運處的未來的一個修復再利用計畫 目前預定在108年進行這個規劃設計的一個花包作業 那預定在109年進行工程級的修復 那目前已經進行這個緊急搶修 防護鋼棚的一個一個花包作業了 那以上說明 那這個案子其實已經提行委員進行的審議 已經書面審核 那個公運處他們會在109年才進行這個修復 保護前會進行強多的方式的處理 那以上提醒委員 好的 老師有沒有針對這個個案 有要提出聽見或者是建議的事項 如果沒有 我們是不是就同意這個業務單位 所提案的方向 看我們是不是下壓 審議二五個頭虛無底度93號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78條 補習指定及被審查方法 被審建築指定是主任務被審查方法 及補助辦法 本案分離情形 本市北頭虛無底度93號 作用土地為北頭虛湖沙路山小段243D號 建物為湖山段三小段3042建號 土地及建物所有人為臺北市 管理單位為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由於本建物於04年辦理建構安全會堪 考量 其建構 口實部落不宜居住 計畫辦理拆除 由於建物新建已超過50年 本局英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5條規定 於106年10月27號 邀請文化財務委員 占定主委員 張開北頭虛湖底度93號 文化資產教旨評供現場會堪 那會跟結論為改 本案建物具文化資產教旨潛力 因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4條列稱追蹤 並後續辦理文化資產教旨審查程序 本局一 後一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7、18條 啟動文化資產教旨審查程序 於107年9月17號 邀請以復國等武恩委員 召開文化資產價值審查 專案小組會堪 會堪結論為 經國委員會堪討論 初步認定本案據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建議登陸歷史建築 本次專案小組會堪意見 將提報本審議和審議 有關於107年9月17號會堪委員的意見 再要無效 此期建築物具地域特色 石台上圍墓構 內圍墳造 內有溫泉浴室 磁洞建物上有拉腳窗 本洞建物包含草餐行館 AIT洋環處等均為同意行事 早年文秘書籍以溫泉浴室 建議合併為一建築處 其他普通資料 有關107年9月專案小組 有復旦上面請搶附件4 文字價值評估報告請搶附件5 陽明山國家公園是溫泉建築調查演奏 有關等建物的調查表情搶附件6 這是本案的基地建物位置圖 這是本案基地地集圖 有關於本案周 這是本案的周邊地集圖 粉紅色藍色匡圍本案的基地桌座位置 然後綠色分證為產生心管 的外位置 綠色分證為AIT的位置 然後這是建物的早期照片 然後這是建物的現況外觀照片 然後這是建物的現況 左邊為外觀 右邊為內部照片 有關於本案的文化資產佔集提估報告 請委員參考其本資料 一半 你請同意公布本郵區胡提路93號的歷史建築 名稱胡提路93號房設 準備宅地 分證於地址台北市北郵區胡提路93號 歷史建築及其所定住 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 歷史建築本體為胡提路93號建物本地 建物為北投區區胡提路93號 建物總面積為136平方公尺 建物周路土地為北投區胡提路93號 243號 土地面積為594.76平方公尺 實際保存面積須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登陸及理由其排例一 一本建物為日治時期所建築宅 唯一層樓石造 推分共造邪屋底建築 建有八角窗 浴室和溫泉浴室 整體建築樣式為 原文日式書院造樣式 具地風貌透色 二本建物名建物歷史建築草山形態 黃文日式溫泉建築 陽明山後山發展史之建築 三本案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陸廢執史審查及補助辦法 第二條第一項及第三項的陸基者 本案提醒分審議或審議 定義審議者應辦理後續 以上報告 本案沒有情形發言 上去請問 這樣子有沒有老實要補充 或是持續分 我是蠻同意有建築權 但是之前我們在山上有好幾棟 是作為國際隧身儲存的 現在都沒有在使用 我覺得非常可惜 是否我覺得這塊文化局 正在重新釋放一下 因為你也要知道他秀優要做什麼 好 以上 好 老師建議納入 然後就依業務單位的方向 來指示 動詞 下一段 0.26 直轄市令古金 規稅接文龍龍 雙負債應用計畫審查案 規稅接文龍龍 是95年12月20號公告指定委 直轄市令古金 地址是 台北市道群規稅紀錄 139號 相關的公告資料 就麻煩 為了查案 二是 本來是本集前106年6月28號召開 施令古金 規稅務公告 環境委員務公告示現開 再會看的結論 有請古金的所有人 李小姐不接 要提送修貨債用計畫 給文化局這邊來審查 那 古金所有人這邊 他在107年的1月25號 就這些修貨債用這件事情 委託了李大吉建律事務所 並且簽訂了一個 施令古金規稅務公告 修復債用計畫 和合約 在107年3月31號的時候 李大吉建律事這邊 有提送一個修復債用計畫 來取出報告 跟相關的計畫 到法治這邊來辦水場 那 局裡面在107年5月9號 就會邀請了 文智慧的薛秦委員 劉淑英委員 副國委員 跟詹天權委員 來召開一個 施令古金規稅務公告 建物本體限期改善的 部查會談 其修復債用計畫 行動報告 還有運動計畫書 還有補給保護計畫書 跟軟中期開放參觀計畫的審查會 那這些計畫裡面其實是不同事項 那針對 不太想要說 針對那個保護計畫的部分 跟軟中期開放參觀計畫的部分 其實居裡面是有審查完成的 那今天審的就是針對這個 修復債用計畫的部分 有關本股基修復債用計畫 其中報告的審查結論是 修正後通過 相關修正事項請賓入期末報告修正 特別是在立用的部分 此階段仍未能彰顯本股基當時 指定理由 資分委及經營模式 若此部分未能改善 期末時本學人將進入至28條半 請本次會議進入發行通知日期 在BTO區的選擇 那裏代理經營事事務所在 107年7月23日之 依其限內的規定 提送了這個修復債用計畫 請我報告書修正完成的給化學 那裏代理在107年7月25日 含附他 請他在立運之法24條第五項規定 還有裏代理修復債用計畫 辦法的第18條規定 先就這個修復債用計畫 辦一個修集會或公信會後 我們才會提供資會來審議 那裏代理修復債施事務所 就是在這個月的6號來說明 他們將定於107年的12月14日 辦理台北市市定古蹟 郭翠修復蒙柔 修復債用計畫說明過 那那個說明會 也當天已經辦不完成了 所以我們就將這個修復債務計畫 提這一次的無知會來做審議 那如果等一下就會恐懈 已經我們這邊來針對修復債務計畫 還有情報的資料 另外還有說明會 也沒有一些什麼樣的議題 也在那邊說明 那其他補充設 包括107年5月9號 審查會議機會版照片 還有那個 李大理教育士這邊做的 郭翠修復蒙柔蒙 有修復債用計畫的提供報告 那另外今天會上有 是李教育士這邊有提供 就是因為他們在這個修復債用計畫的 典禮過程裡面 也有 要找日日孫協會 也就是這個古蹟 當時執行的時候 一個男裝的團體 一起來就這個修復債用計畫做一些討論 所以日日孫協會的 夥伴這邊是有做一個會議紀錄 就是他們針對這個修復債用計畫的一些 他們建議的事項 那就請委參考那一段第二次會議的會議紀錄 接下來這個是5月9號會刊跟審查那個時候的照片 那本案提醒本審議會審查 並且所有人依審查協議 去辦理後續修復佔用事項 那我們接下來是 可能這邊請李教育就在這邊做一個精準來請報說明 來 各位委員 大家好 剛好我現在所有的權人 剛好他家被隔壁建商損壞領貌 不是我們這個案子 所以他在議會派協議會 所以他今天委託我出席 所以大概這個案子走了8年 當然也很感謝在座的六位委員的審柱 尤其是我們的出入法老師 都帶著我們所有的選人去參加研討會 跟理事的這些相關的審議 也感謝我們的典部舉證 他大概就一直刺動我們的時候 全都幾乎都是衝突的 因為他是一個很重要的 扮演配聯的角色 這邊也感謝他 我進到今天的這個期末報專 我先來說明一下 大概剛才認定的三個理由 第一個是建築的一些點數 巴洛克斯福王專 第二個是他是行產業歷史基地區 也是反饋艙運動的中心 第三個是他的室內的隔間 都還保持相當穩的 維持公餐館的氣氛 那這張圖上面就是 他是衛水街139號 面積是89名方公司 進入樓層數是兩層樓 那周邊目前的肚子更新案 已經快要通過了 他肚子也都通過了 下一邊 那這個是現況的這個照片 這是一樓的這個照片 還有這個二樓 二樓的照片 那在上一次的 我們第一次提案的時候 是把一樓做了營友德建 做了彈性德建 那這個部分委員也覺得 這樣的方式是不妥的 所以我們目前採用的是 整個一樓 從七樓到客廳到職業室 到後面的這個空間 我們在這一次是全部用原貌保留 也就是說修舊如舊的方式來進行 下一樓 那在二樓的這一個部分 他也有五間格局 那當時他也是 就是作為小姐的休息空間 或者是帳簧會計的這個住所 那這個部分他現況是五間 那我們待會兒之日村的朋友 也會報告就是說 我們目前在這一二樓的部分 我們有一點 雙方的看法不太一樣 就是說我們保留了前面兩間 那後面的這個三間 格局是一樣的 但是我們是用彈性德建 因為我們考慮到未來 其實這一個點 其實是一個很好 跟現產業有關的 相關的記者會 或者人家會來租借空間 或者他要辦一些研討會 所以我在那三間 是用彈性德建的方式來處理 好 下一位 那前面那一章各位看到的是 我們依據文史資料跟一些口述的歷史 因為二樓那個原有的這個所有權人 老伯伯還住在上海 他從幾歲 各位我們訪談當時的空間是從形態 我們把這個宣布的模擬圖已經把它完成了 原則上除了增加一些新設施跟設備以外 我們會依照這個原有的風貌的這個模擬圖 來進行後續的細部設計跟依應計畫 所以我們整個的空間覆蓋原則 第一個就是傳承性產業歷史的價值外 就是這個價值的完整性 第二個是跟周遭社群倫理的這個互動 跟地方社會經濟的這個關聯 因為郭夢楼其實也被周邊的鄰居 把它當成賢物設施 再來就是監護到空間的手下子的人去經營的能力 大概就已經這三個 整個修復的這個內容呢 在地面的部分我們會做這一個磨泡磚的清洗 然後有些剝落的我們會檢查以後做修復 然後木門窗 尤其是棋樓的鐵窗內都要做原料的保存 謝謝 那這個是包括當時的這些歌曲 甚至於說我們會希望連這些舊有的壁紙 在計算上面有問題 我們都盡量會把它做一個保存 像後面的這些出稅草 跟它產業型態跟當時他們在這邊生活都有關係 這些東西都會被保存下來 只是會比較可惜的是說 它的後門因為未來的都市更新們是走不出去的 那容宿的空間都會被剷除掉 周邊的基地一千多坪 那一兩坪的這個基地面積就沒有辦法保存下來 那這個後面的這個是鑽造樓梯 它後面還有這樓梯 那我們再把這些樓梯修復 因為直接上二樓那一支樓梯非常的濃 它是不能改 改空間形態的破壞 所以未來我們可能會是從二樓 未來的使用 會從二樓後面的那一支樓梯上去 那這個是未來都更後 本來是聯動式的研究 忽靈靈的就是某種的活動 所以我們必須做結構補牆 所以有做了兩款的這個H型鋼的補牆 那在過去劉克強老師的這個計畫裡面 因為他沒有想到周邊會全部房子都拆掉 所以劉老師只做後面麥框的這個結構補牆 那這個也是我們跟日式村這一邊 我們還要再繼續溝通的 因為這個有那個通環境的改變 那整個修復計畫是大約1356萬 那修復工程的預計是一年 那也感謝文化局有幫忙送到文字巨星申請補助 我有半年了連會金都沒有看到 這我們都不知道 那我的所有學生這邊是希望說 可以補助就告訴我可以補助 那要成為中華民國第一個沒有補助的土地 他也願意修復 大概就是說只要講清楚就好 那這是工程前大概有七年的這個修復期間 那未來的這一個經營模式的話 那這個部分大概會組一個專家顧問 而且我們會邀請日式村的朋友一起進來 我們用協助所有全人的方式 由所有全人為主體 他自己來經營管理 但是我們老師 由我們秘書長這邊 修法院長這邊 也幫我們引介了陳佳麗老師 黃德彥老師跟羅康傑老師 一起來協助所有全人做後續的經營管理 那未來會進行跟學校做採取合作 然後委託或證據政務相關 跟我們的或是一些議題有關的這個研究 那這個部分所有全人也願意出資來做這一件事情 那這是一個未來經營的這個模式 那這個是我們在12月14號 那理想的意見是希望 那一個分析案保留下來的溪漏 是整個退縮發明 我們從下一頁 那這個是有一個民眾蔡憲先生 他是認為說已經通過了這個東根的都市設計審議 對無法資產價值是減損的 這個是有這個來的 那這個其他的民眾有問到未來怎麼經營管理 從下一頁 那這日子春的意見我想 待會日子春的朋友跟計畫一旁下來報告 有什麼樣的 好 那這時候我們跟日子春有道理去別區 那這個是渡更岸跟我們未來的這個基地的相關位置 那各位看到那個右邊 在渡更岸在我們的旁邊 然後開挖地下屋子春 距離這棟房子只有1公尺的距離 是地下屋子 那我常做這一邊的暗示 這個我想未來紅棟樓有可能會因為這樣黃料 因為我屋主旁邊就住在旁邊 他家只動一動的都已經產生地平的軍列了 所以他現在在議會協調他家黃子被損壞 好 下一頁 好 那這個是我們所有權人在這幾年裡面 他辦了很多的活動我們快開過去 這個是他們辦文工節的活動 用文工的文明一半 他只是不太懂文化資產 但是他很有能力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需要早時去感化交流 交流所存在 這個他也辦導覽 他也辦導覽 好 下一頁 好 下一頁 好 下一頁 下一頁 那這一張圖 再給我幾分鐘 這一張圖是我們自套會地界線 就是說林地有新彈道 我們有新彈道 林地也有新彈道 但是這個部分我們已經申請三個月了 所以畢竟都還沒辦法確定給我們 所以這是我自己套的不算 但是我自己已經看到說 包括我們後面的職業室跟廁所都會被拆掉 可是都跟他連戰到我們的土地了 所以這個大家要來談 好 以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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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請成績的進來發言前 有件事請示一下委員跟主席 因為接著已經過12點 那有些委員會 接著有接的行程要進行 是不是我就審議到這個案子 接下來兩個案子就留在下一次會議 好 那如果這樣子 那我們接下來兩案子的相關人 可能就先離開了 那我們先請登基發言 春協會郭沛羽小姐 各位委員 局長 還有現場的大家好 我是春博佩宇 經過剛剛呂老師的報告 相信大家都知道 在今年5月底的時候 因為林小姐願意釋出善意 然後秉持公益價值 來為國龍樓來貢獻 所以我們雙方是同學同學合作的方向 那委員手邊也有我們12月1號 針對今天這一個 修復在利用期貨報告的一些意見 那我就補一點一點的說明 那因為我們當天有提出一些意見 那我是根據過去21年對於公昌 還有廣開廣運動的了解 跟06年古蹟指定之後 經營這古蹟11年的這個經驗 來提出這些符合指定理由的建議 那包含是第二點的法庭上運動中心 跟第三點的室內閣間 呈現當時公昌館的分文的部分 那這對我們修改建議 其實呂老師剛剛也有稍微說明到 那大多我們雙方都有共識 那也有程度我們會把自己相關的意見 再修進現在的期貨報告書裡面 因為現在是還沒有修改 是七月多提交出來的 但目前有兩點呢 雙方的這個意見有些差異 那還需要再溝通 包含是二樓的隔間 我們當然現在呂老師是希望說 可以做產性隔間 那我們當然是希望說 因為早期二樓的時候 還有職業房跟公昌的 公昌還有餐館的老闆還有帳房 其實都有住在二樓過 那這個是一個工廠 工廠館的後台 它其實為了維護這個整個空間的整體性 應該是要把它現況這個隔間都保存下來 那第二個是剛剛有提到的鋼框架的部分 那我們的疑慮比較是 因為這鋼框架的位置跟尺寸 因為我們的空間比較小 那這鋼框架它具體的尺寸會多少 可能會影響到這個視覺上的空間感還有空間體驗 那這部分我們也希望呂老師可以具體的提出這個尺寸 那針對上面這兩點其實是反映我們雙方在合作過程裡面 還有一些對於網紅樓的結構思維還有在理由的想法 這個還需要再溝通 所以對於今天的審議 因為委員手上的報告還沒有再修改過 還有一些部分要再修改 然後又再加上是我們雙方還有需要再溝通的部分 那我們認為最好的是等雙方達成共識 就是完成修改之後再通過比較妥當 謝謝 好 那謝謝 那我們針對剛才建築師提到間接忽用 請問待會先回應說 有關於剛才那個與建築師提到說 他可能有部分土地占用到 好 感覺很明快 還有一陣子 道大現在 約同樣 道具